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吳偉榮篇道 潘宮治河 黃河是中國第二大河 自古以來由於大量泥沙不斷沉積 河創日漸提高 黃河下游經常氾濫 沿河兩岸的官府和百姓不斷收足 鞏固河堤防禦水災 但是水患嚴重的時候 洪水衝破河堤 向其他地勢比較低的地方流去 水退之後 因為原來的河底已經升高了 要將改了道的黃河 引回原來的河道 工程十分艱鉅 所以歷朝的統治者遇到黃河衝破河堤 一般都是順其自然 任由黃河改道 自從戰國時期有正式紀錄以來 直到明朝中葉 黃河改道過幾十次 其中變化幅度比較大的有五六次 總括來說 在北宋以前 黃河下游的河道 由開封附近開始 向東北方流經太行山 和泰山之間的河北大平原流入渤海 但是到了北宋後期 由於千百年來 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不斷沉積 河北大平原地勢日漸升高 於是黃河下游的河道 開始經常向東南面的河南大平原氾濫 北宋政府揭力鞏固河堤 阻止黃河改道干擾河南的運河 到了靖康年間 金兵南侵宋朝折折敗退 沒有能力堅固黃河 於是黃河終於在開封附近突破河堤 改為流向東南方 經過徐州淮安附近駐入淮河 再流入大海 亦即是所謂奪淮入海 由南宋到元朝 黃河擾亂了河南淮北的水系 而且黃河帶來的淤泥 將淮河下游淤塞難以宣洩 淮河倒冠 積水面積逐漸擴大 淹沒了市州城和鄰近的農村 形成今日江蘇安徽交界的洪宅湖 洪宅湖現時是中國第四大湖 元朝初年 元朝政府利用連接長江淮河之間的寒溝 將江南的糧食和各種物資 運到淮河南岸的淮安 再轉入黃河 運到徐州 元世祖致元年間 在徐州以北開作一條河道 經過泰山以西的山陸 到達臨清匯通鎮 和唐朝的淤河 也即是永濟渠匯合 然後流經天津直達北京城 這條半天然半人工的水道 也即是今日見到的大運河初形 由江南經大運河運送糧食物資到達北京 稱為曹運 所以大運河也稱為曹河 在元明清三朝 曹運是定都北京的中央政府的經濟命脈 影響十分巨大 但是由於黃河的水量不穩定 而且天然河道有不少險攤 對曹運構成不變 所以明朝初年 明朝官府開始在黃河旁邊 架開人工水道方便運輸 經過百多年 黃河沉積的山泥越來越厚 河堤越來越高 黃河的河底已經高過旁邊的地面 和曹運水道成為沿河 即是懸掛在半空的河道 而且黃河經常決堤氾濫 洪水威脅曹運 也即是威脅明朝的經濟命脈 令到明朝朝廷十分困擾 而執政的大臣和地方官員 對治理黃河意見紛紜 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方略 萬曆蒼年 黃河下游有些洪水為患 何道都如是 雍大立感到十分憂慮 雍大立感到十分歧背 雍大立訊 雍大立體 雍大立體 皇后決堤, 皇后決堤 皇后... 洪水來了, 洪水來了 大叔, 皇大嬸, 快走, 快走 快走, 快走 皇后年年決堤, 你叫我們走到哪兒了 官府很應該替我們老百姓 想想辦法才行 是啊 啟稟雄大人, 幫我年年決堤 我們沿河兩岸的百姓 實在苦不堪盈 求大人替我們想辦法 解決困境吧 各位父老 皇后決堤 乃是天災 非人力可以抵擋 但是, 洪水為患 數以萬計老百姓流離失所 露宿荒野 唉, 此情此景, 本官看見 實在感到十分愛痛 求大人為小民作主啊 治理皇后, 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 當今急務, 是設法鎮制災民 這真的好, 多謝大人, 多謝大人 只不過, 何到衙門的經費有限 本官需要將這件事奏報朝廷 求朝廷恩准撥銀鎮制 賓箭 各位同僚 今年七月 黄河在徐州府配縣決堤 洪水淹沒考成 御城曹綫豐沛六元 連徐州府城 亦受到波及 數萬老百姓流離失所 今年九月 淮河有泛濫城災 清河縣通制閘以下 水深一丈 而山東舉縣 疑縣 探城 都受水患影響 災情嚴重 各位 下官議案實情 向朝廷咒報 請求恩恤振制 但是遲遲未有答覆 數萬災民 生命源於一線 各位有什麼辦法解決困境 雙如市 我們徐州府已經派人火速修補河堤 防止河水再泛濫 治愈災民 散佈在南直帝和河南山東兩省 非本府權限所在 本府亦無從處置 黃河泛濫 令到混河於塞 二千手運良船 堵塞在疲州附近 不能前進 用於是 我們曹運衙門 正為了這件事 十分煩惱 從哪裏可以替你憤憂啊 是啊 是啊 淮河泛濫 洪水沖入兩懷的鹽牆 令到涵泥淹沒 主鹽的造戶全無生計 商人無鹽可領 我們鹽到衙門 亦都束手無策 洪水為患 不單止令百姓受困 連各地的官府都大受困擾 各位 嚴東張志 振濟災民是當務之急 我們應該立刻聯名 再奏報朝廷 請求恩准施鎮 但是 如果朝廷再沒有回音 各位 下官已經想過 聖上和執政公卿 正無凡劇 他們可能對黃河的災情 不深了解 所以未有重視 我可以將洪水為患 和黎民仇苦的情況 畫成圖畫 隨同咒唆呈獻給朝廷 希望能夠感動聖上 及早私鎮 這也是好主意 好主意 好主意 有什麼好消息 朝廷已經恩准鎮制了 朝廷恩准鎮制? 是呀 朝廷批准 先發護報太倉銀三萬兩 送去災情嚴重的地方施陣 又由滯留在徐州皮州的運糧船那裡 支取米糧三萬兩 分給災民 那最好不過, 災民有救了 是呀, 是呀 全靠翁兄你的災民徒 感動聖上 是, 黃恩浩蕩, 黃恩浩蕩 但是, 黃河水患一日未除 兩岸的官府和百姓都有心忡忡 唉… 龍慶末年 萬曆初年的黃河 黃河、淮河水災並未得到解決 到了萬曆三年七月 黃河、淮河又同時缺堤泛濫 徐州、淮安一帶成為宅國 負責河道曹運和徐州、淮安的地方官 焦慮不安 黃河、淮安一帶成為宅國和徐州、淮安一帶 竟然但為了若球、淮安的ivi大帝 如果朝廷不及祖作主 那一定后患无穷 红宝 在 为什么这本画冊里面的人 衣衫破烂 而且受得这么难看 啟品万岁爷 画冊里面画的是徐州的灾文 哦 徐州的灾文 是 前几年黄河氾滥 有不少老百姓受灾 流离失所 因此河道都如使雍大立 将灾文的惨犯 画成这本画冊 呈献给先帝渔南 哦 最近 黄河淮河又再返南 所以雍大立再上塑狠 请万岁爷 降止治理黄河 哟 灾文实在太惨了 他们的房屋被洪水淹没 只剩下屋顶 男女老少要在河堤上搭棚居住 唉 真是太惨了 冯寶 真是 你立刻请张少师派人去治理黄河 但是治理黄河是需要经费 张少师他一定有办法的 万历六年二月 明朝朝廷决定派公布有侍郎潘贵淳 负责整治黄河 潘贵淳是浙江省归安苑人 嘉靖二十九年进士 做过纪任地方官 在嘉靖末年出任河道都渔市 后来因为得罪潮中执政 被罢免官职 在家乡闲居 潘贵淳对水利工程 很有心得 而且又关心民间疾苦 在士大夫之中 很有声望 万历苍年 黄河淮河水患不息 张贵淳决定 启用潘贵淳 治理黄河 潘贵淳上任之后 需要面对重重困难 各位同僚 本官奉旨治理黄河 各位都是地方长官 熟悉黄河的情况 各位有什么策略 不妨直说 下官雍大纳 启用潘贵淳大人 黄河自开封以下 因为黎沙淤迹 河底日渐加高 高原地面之上 隋州一带 高出地面三四丈 所以容易翻南 水向低流 根本无可阻倒 那么 你们认为是否可以疏道呢 启用潘贵淳大人 要疏道黄河 必须另辟河道 如果顺应地势高低 需要将河道引向东北 由山东 或者直地出海 这样实在影响太大了 而且治理黄河 必须解决两大困难 有两大困难 第一 不可以令黄河的水环 干扰到凤阳的黄陵 第二 不可以损害混河的曹云 如果引黄河入山东直地 一定会扰乱山东的曹云 而且山东直地的官民 一定会反对 潘大人说得对 我们不可以将南直地河南的水环 移去北直地和山东 要根治河环实在不容易 我要亲自去巡视一下 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困难 各位父老 本官奉旨治理黄河 亲自来徐州巡视 希望各位父老能够指点迷津 为徐怀数十万百姓解决水环 潘大人 黄河的水环 是没办法根治的了 你看下 几百年内 河道淤泥对植 有三四丈口 河底高出地面 一有洪水 就一射千里 没法子收拾了 那也要想办法解决 以前的河道大人 总是修补河堤 补好一庶地方 明年又在另外一庶决堤 根本就无济于事 如果在沿河两岸 离岸几里的地方建筑大堤 令到洪水有回旋之地 就算黄河泛滥 大堤之外 也都可保安全 大人说得有道理 但是建筑河堤 工程太大了 是 工程的确监据 本官可以将民间的府房 就报朝廷 请求恩罪 那就是最好了 最好了 最好了 各位同僚 夏宽向朝廷建议 在旺河两岸建筑河堤 若出洪水 称为蓄水归曹法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潘大人的蓄水归曹法 的确是治河的良策 但是下官吴贵方认为 不妨考虑疏道宣洩 疏道宣洩 是 黄河由徐州以下 冲夺淮河入海 但是长期泥沙淤塞 令到黄河淮河 美雷不通 所以 尚又容易泛滥成災 下官认为 非疏道美雷不可 那么 吴曹道认为应该怎样疏道呢 启品大人 徐州以东 地势少低 而且离开大海 只有11000像 其间户口和田地甚少 如果在徐州草湾 开辟河道 分杀黄河水势 那么 配合大人的蓄水归曹法 必定能够令黄河水患 大大修炼 没错 我们就依计行事 及早解决黄河水患 潘贵迅 吴贵芳等人的治河计划 得到明朝朝廷批准 工程逐步展开 吴贵芳 在开辟隋州草湾水道 期间病死 由潘贵迅 全权负责治河工程 潘贵迅 为建筑河堤奔波 即路城窒 在万历二十年 持官回乡养病 三年之后病死 中华五千年之 潘贵志河 是由曾永强 蔡雅角 郑启明 李嘉仁 谭树强 温泉 林友荣 陈炳球 谭翠连等联合播演 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